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康瑞台风 毕竟那么很多的民众今天一大早就到卖场 还有传统市场赶快去采买 那么来看到传统市场摊商的备货量 也比平常来得更多 根据台北农产日销公司行情资料显示 蔬菜的到货量明显减少 而今天每公斤的均价上涨了1.2元 其中青葱涨得最多 每公斤上涨了20元 一大清早传统市场涌进大批人潮 蔬菜摊钱挤满采买民众 摊商忙碌的手没停下来过 预期心理下就怕菜价大涨 民众趁着好天气 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镜头转到卖场民众一早已来采买 真的不夸张 面包区几乎被抢光 蔬菜区只剩几包菜 肉品区也同样所剩无几 鲜奶区空荡荡 一品难求 肉类没有买到 鸡肉牛肉 少很多 以前金针菇都会很多 今天就是一包不剩 整天说在吃东西 我没有在吃东西 立家卖场蔬菜区前 同样占了不少民众 业者备货充足 推出评价蔬菜 没有涨价 备占台风人潮 店员抓紧时间 赶紧备货 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行情资料显示 蔬菜到货量明显减少 每公斤均价上涨1.2元 琼玉米大白菜 每公斤上涨5到9元 青葱涨价最多 每公斤上涨20元 抗日台风族被禁逼 各类蔬菜价格起涨 难怪民众抢单 记者中不倒